然后我从急不提前往欧曼 我将按照商船的护运航线 与向东方航行 下您报备 这里是中国海军175线 收到我在此区运行武航 如果有需要帮助 现在要听到不叫我 祝你好心愉快 安兵 2020年4月 成都小伙韩孝驾驶帆船穿越亚丁湾 与中国海军第34批护航编队不期而遇 激动的韩孝把与护航编队通话的视频放到网上 这段对话让很多人感受到了 祖国和军队的强大所带来的安全感 我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如需要帮助请呼叫我 一句承诺13年坚守 37批护航编队 110余搜寺舰艇 3万余名官兵接力 1300余批寺 6900余艘过往船舶建政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在远海大洋 有效维护了国家利益 维护了国际海上通道安全 今年2月 贵阳舰 藻庄舰和东平湖舰 结束亚丁湾护航任务后 赴巴基斯坦参加和平二一 多国海军连演 加强了与相关国家海军的专业交流与友好互动 提高了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情况下 中国海军积极参加和开展国际事务合作 与友好国家进行友好交流互动 展显了共同性的挑战 维护地区海上和平繁荣 稳定的信心和决心